在台湾火烧车新闻成为国际新闻 蔡英文政府成为新闻热点的时候 总统府突然发表蔡英文总统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 资深副主编Lady Weimov转访全文 华尤在访谈中提到 有学者指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对于蔡英文同意九二共事是有期限的 蔡英文回答 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接受所谓的期限可能性不大 而这也是蔡英文首次在面对九二共事提问时 有比较具体的说法 总统府发言人黄崇燕表示 在华尤的专访里面 那总统是针对华尤提出 也就是所谓有大陆方面 有设定所谓期限 那需要总统就某些事情来做表态 这部分他所做的回应 访谈中也询问蔡英文对于习近平的印象 蔡英文认为习近平对于打贪的用气 对中国大陆社会的发展很重要 同时他也期待习近平能在处理两岸关系时 展现更多的弹性 华尤也询问 国台办曾经指 蔡英文的演说是一份没有完成的杂卷 蔡英文则用他惯用的识问虚答说 现阶段他不能说太多细节 大陆官媒环球网访问大陆学者解读 这篇专访暴露蔡英文的台独意识形态 而蔡英文打着所谓的民主的幌子去否定九二公式 这也意味着他已经完成并提交了他就职时 那张未完成的答卷 但是在台湾的学者则认为 蔡英文的专访是说给台湾人听的 淡江大学教授黄介正指出 他并没有借由这次的访谈 给两岸关系的缓和增加太多的柴火 那么但是呢 他也没有刻意的要把两岸关系 目前的僵持啊 把它弄到更坏的局面 我觉得他这个访谈不是在为了要这个打卷 我觉得蔡总统的心目中间 他的想法是可以考他的只有台湾的人民 没有别人可以考他 所以没有根本没有答卷的问题 专访的时间是周一 在前一天蔡英文才沉痛的在全代回秀照片 上任后淘鸡淹水 滑航罢工 雄三雾社 台东风灾 本周又加上陆客团火烧车 有舆论解读专访时机耐人寻味 是不是要divert 让大家的注意力转到别的问题上面去 我无从而知 但是我却明白的知道一点 操作两岸的议题来转移国内的政治压力 不一定聪明 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压力 反而变成雪上加霜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周五回应蔡英文专访再次强调 只有坚持九二共事 以及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 以及政治基础 才有可能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